一只好奇的狼 发现了一张完整的人皮 他凑近闻了闻 然后探头钻进去 人皮的双手和双脚被撑了起来 毛茸茸的小嘴伸了出来 接着缓缓坐起身 他扭动几下脖子 人皮完美地穿在身上 丝毫看不出破绽 一个晨跑的路人经过 狼模仿着两脚兽的动作 摇摇晃晃走出了森林 显然还不太适应两只脚走路 毕竟第一次做人 刚一上路狼就差点被车撞倒 他好奇地打量着四周 等铁皮怪兽离开了 才继续上路 路过的美女牵着一条小狗 狗狗嗅出了狼的味道 对他呲牙咧嘴狂吠 狼不想弄坏新衣服 放了小狗一条生路 好奇地狼走到一家公司楼下 看见里面的两脚兽 和自己穿着相似的衣服 看来这里就是人类的族群 他走进大楼误入面试现场 身旁的人都在填资料 他也学着掏出笔 像模像样填了起来 没想到狼被顺利录取 甚至凭借身上的狼性精神 获得了公司老板的赏识 升职加薪走上人生巅峰 有了钱的狼 在郊区买了一套别墅 这里靠近森林 周围都是绿草地 仿佛有种回到家的感觉 狼兴奋地想在地上打滚 见没人注意 他欢快地在草地上四只脚奔跑 惊呆了一旁的搬运工 狼很快意识到了不对 自己现在可是人类 于是假装若无其事站起身 挥手示意工人继续干活 狼有了自己的独立办公室 每当看见墙上的油画 他都会忍不住直咽口水 狼的生活也越来越富足 之后他还娶了个漂亮老婆 看看桌上琳琅满目的美食 狼却没有一点胃口 直到看见朋友手中的小狗 他的食欲被瞬间唤醒 就是这种感觉 会冻的食物 一口咬下去 温热的血液在口中炸开 狼实在饿得不行 来到宠物店觅食 精心挑选肉质肥美的食材 这只小猫被他带回了家 不需要任何调料 原汁原味最好吃 他关上车库门 打算享受美食 无知的猫咪还在采奶 丝毫不知危险降临 正准备下口时 车库门突然被打开 女儿以为这是爸爸买给自己的 为了隐藏身份 狼只能继续挨饿 每天看着办公室画像上的路 对狼来说都是一种煎熬 他只能在晚上 看着电视里的同类捕食 老婆害羞地表示 等孩子睡了再说 也许是太饿了 狼甚至出现幻觉 公司幻灯片里的表格 似乎变成了同伴捕食的画面 他盯着金毛同事的脖子 肉质仅是鲜嫩可口 越看越好吃 他再也忍不住了 一个飞扑咬住同事的脖梗 大块躲移地啃食起来 众人都被眼前的一幕吓傻了 男人猛地一回头 露出血淋淋的狼嘴 他的身份暴露了 身后的同事都在追他 他一路跑回家 想说话可狼找也露了出来 妻子被吓了一跳 根本没认出眼前的怪物 就是自己的丈夫 狼还想解释 在妻子恐惧的眼神中 扒下了身上的人皮 露出原本的样子 却被妻子赶了出去 没办法狼只能继续逃跑 老板带着手下追了过来 他们一路跑向森林的方向 可到了地方狼傻眼了 森林已经不复存在 狼呆呆地望着眼前的牌子 他最后的家园也没了 无路可逃的狼 站在路中央不知所措 突然一辆汽车驶过 狼被撞死了 众人终于松了一口气 他们笑了笑继续回去上班 而狼被清洁工人打包 装上垃圾车带走 体操店里有一只眼睛 教练看见了却没有声张 而是默默走上前拉上拉链 他指挥着学员们排队练习跳马 女孩一个助跑 腾空翻转完美落地 男人的腿骨断了 他疼得满头大汗 却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因为这个男人是个变态 每天都在学校门口鬼鬼祟祟 偷看这些青春靓丽的女孩 女学生向教练表示 今天停车场有个猥琐秃头大叔 奇奇怪怪好像在偷看什么 随即引起了教练的警觉 他来到停车场 车子里空空如也 男人不知所踪 教练怀疑他已经混进体育馆 打电话通知保安 但是没有证据 他只能独自寻找 找遍整个场馆包括杂物间 都没有发现男人的踪影 这时他突然发现 不远处的体操店 似乎有一场 原来男人藏在了体操店里 想要趁机大饱眼福 可当他看得正兴奋时 却被教练发现了 变态男一直以来的骚扰 让女孩们苦不堪言 教练装作没有看见他 僵体操店的拉链拉紧 这次一定要给他一个教训 他命令女孩们拿来助跳起 然后依次排成整齐的队伍 第一个金发女孩热身完毕 一个助跑起跳 动作完成得不错 就是落地有点重 男人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心愿 和女孩们零距离接触 只是这份甜蜜有点沉重 教练觉得还不过瘾 决定亲自上阵试试 店子里的男人 惊恐地瞪大双眼 女人满脑子都是愤怒 白天这个秃头竟然说自己是瘸子 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作为伤退的奥运体操冠军 教练给大家表演了一个完美落地 男人的肋骨被踩断了 他终于忍不住痛呼出声 金发女孩还想仔细听听 却被大声呵斥回到起点 男人意识到 再这样下去 自己会被活活踩死 于是想打开拉链逃出来 但是试了半天 也没法从里面打开 手指都抠出血了 才勉强打开一个缝隙 下一秒 女孩落在垫子上 他们一个接着一个 不停踩在男人身上 很快一轮就结束 男人还没来得及松口气 第二轮训练又开始了 还是一开始落地失败的女孩 这次她吸取教训 完美腾空落地 男人被直接抱头 教练忍不住竖起大拇指 等训练结束 女孩们都离开后 垫子下已经满是血迹 教练终于拉开了拉链 垫子里的男人 已经血肉膜奄奄一息 眼泪鼻涕全糊在脸上 教练忍不住吐槽 臭男人真是太脏了 随即拿出消毒液清洗 最后将男人连同垫子 一起打包扔进垃圾桶 这是一种神奇的药 只要吃下一片 就能听懂婴儿的话 女人被儿子的话 吓得晕了过去 小美是一个新手妈妈 自从有了孩子以后 再没睡过一个好觉 无论白天还是晚上 这孩子没有一刻消停过 饿了哭困了哭 想上厕所也哭 小美被折磨得苦不堪言 本来生活就已经够烦了 偏偏丈夫还不理解她 两个人因为带孩子的事 大吵一架 丈夫打来电话 说今晚不回家了 电话挂断的那一刻 孩子的哭声又一次传来 小美的情绪彻底爆发 她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的付出 得不到丈夫的认可 明明自己一心一意照顾儿子 可孩子总是哭闹个不停 想着想着她突然松开了双手 婴儿车缓缓朝下滚去 但最后一秒 小美还是后悔了 她带着孩子来到药店 准备买点尿不湿 老板看着眼前的女人 突然拿出一瓶药 她告诉小美 只要吃下一颗药 就能听懂婴儿的语言 但前提是一天最多 只能服用三颗 否则就会出现严重的副作用 小美将信将疑地接过药 晚上孩子又开始哭了 无论怎么哄都不听话 小美突然想起白天那瓶药 她拿了一颗吃了下去 下一秒她竟真的听懂了婴儿的话 原来儿子是后背痒痒 小美赶紧抱起孩子给她挠痒 果然孩子不哭了 这个药简直太神奇了 从那以后 只要孩子哭闹 她就会吃下一颗 瞬间就能知道孩子的诉求 自从有个这个药 小美的日子轻松多了 丈夫也夸赞妻子贤惠 沉浸在喜悦中的小美 将医生的警告抛之脑后 很快问题就出现了 这天在超市 孩子又哭了起来 小美赶紧拿出一颗药吃了下去 可是这次药片好像失效了 拿出两片要吃了下去 这下终于听懂了 原来儿子是想看漂亮小姐姐 可小美刚想过去 突然感觉一阵眩晕 瞬间没了意识 等她再次醒来了 完全忘记了刚刚发生的事 她只记得自己在逛超市 接着又带儿子去银行取钱 不出意料孩子又开始哭了 小美直接拿出三片要吃了下去 结果再次昏迷过去 好在银行的工作人员 正在帮她照顾孩子 这件事也让她心有余悸 晚上丈夫下班回家 看见一群人正在围观什么 旁边是一辆熟悉的婴儿车 丈夫顿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她赶忙冲上前 发现妻子正坐在地上 一脸吃傻地玩着儿子的玩具车 而孩子不见踪影 一辆车迎面驶来 小美却仿佛察觉不到 危急关头丈夫将她一把抱走 过了好一会 小美才恢复了正常 完全不记得刚刚发生了什么 突然她想起医生说的话 这种药如果服用过量 会导致智商出现退化 小美这才想起孩子不见了 她找遍了去过的地方 总算在厕所找到了孩子 幸好孩子没有出事 回到家丈夫就把药扔进垃圾桶 叮嘱妻子千万不能再吃了 但是夜里孩子又一次哭了 小美仿佛神经反射一般 冲到垃圾桶前 翻出剩下的药 全部倒进嘴里 丈夫赶紧阻止她 可小美已经对药产生依赖 根本听不进丈夫的话 吃完药她来到孩子跟前 却听到儿子说 全部没了 小美被吓得晕了过去 恍惚中她好像又回到那条下坡路 孩子还是在哭 但这次她抱起孩子 温柔地哄着孩子居然不哭了 突然她好像听到一个声音 小美激动不止 抱着儿子露出欣慰的笑 就在她以为 之前的一切都是一场梦时 她在路边发现了那瓶熟悉的药 孩子又开始哭闹 小美捡起药瓶看了半天 最终扔进了垃圾桶 经历了这么多 她明白了一个道理 当妈妈永远没有捷径可走 无论未来多么辛苦 她都要肩负起母亲的职责